家人们提到敌人节 首先进入你脑海的形象是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 或者这样的 但是今天要跟家人们分享的敌人节 是个铁汉汉 他长这样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叫蓬莱县的地方 传说这里的县令活不过电影开头 你看 这个县令就直接领和饭了 于是我们的敌家人就带着一位女打扫 一起来到了蓬莱县 想要查清这个案子 千几人谢令 皆死于非命 都准备被人套去心脏 杀死的 这么残忍 而他们刚抵达蓬莱县 这里又发生了一桩命案 属下一位 是妖邪作怪 狄大人观察了一下案发现场 发现门窗都没有损坏 于是就断定是熟人作案 因为死者是给县衙送菜的 所以他决定从县衙查击 就在我以为狄大人高光时刻要到了的时候 已经确定凶手 安定明星 为了安抚民心 就这么草率的发官方微博 是不是不妥 大家都散了吧 没有什么妖魔鬼怪 这些吃瓜群众也是相当好劝 说是妖邪就害怕 说没有就鬼鬼散了 我也有妖怪 下来下来 回家吃饭去 晚上打踏了一天消息的女打扫 匆匆回到敌人节府上 告诉敌人节死者最近的行踪 说着还不忘卖个关呢 最近跟吴老汉走得近的人 大人肯定不知道是谁 是县城 女打扫一脸惊讶 你是怎么知道的 果然是我料事如审的狄大人 谁知敌人节马上就把自己的人设给聊崩了 这是傍晚的时候 吴行为带来了调查结果 原来是提前拿到了参考答案 跟狄大人的推理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大人小心 说着这位狄大人就遭到了暗算 还好女打扫反应快 不然铁憨憨的脸上就要被扎上飞镖了 两人马上追出去 想要抓住凶手 只见女打兽跟凶手展开了精彩的搏击 打斗过程刀光剑影 场面惊险无比 当我们的敌大人 全程站在旁边观战 最后只说了一句 还好线妹及时赶到 不然红姑娘还得跟凶手单挑几时的回合 但万万没想到 刚赶斗凶手又来活了 红姑娘 赶紧把县城抓来 他肯定知道刺客的事情 是 为了查清楚之水要刺杀自己 敌人姐带着五线妹 找到了刚刚黑衣人使用的飞镖 五线妹 见过这样的飞镖吗 看着飞镖的模样 好像不是中原的 是东营还是西云 不好说 两人就这样没了头绪 直到出去抓县城的女打兽回来 大人 县城死了 怎么死的 跟我老汉一样 心脏被掏了出来 女打兽还告诉敌人姐 案发险 有人从县城的府里走出来 看清楚是谁了吗 看起来像是东营人 东营人 联系桥太 暗地里打探一下 给县城走得近的东营人 是 于是 这个东营人就成了敌人姐心目中 非常可疑的一个嫌疑人 敌人姐来到杀死县城的案发现场 通过搜索 找到了一片普通的枯叶 但线妹眼神不错 一眼就看出是迷路森林专有的树叶 于是他们一行人来到了迷路森林 他们走啊走啊 突然发现 我们好像来过这里 好家伙 这群人迷路了 于是敌大人胸有成毒地 给大家指出了一条路 坐这边 他们又走啊走啊 突然 怎么又到了这个地方 我先问 你可知道怎么走出这迷路森林 我说敌大人 您不认识路能不能别瞎带 这波操作 又一次让这位敌大人的铁汉汉人 设石垂了 于是敌大人只好带着这一拨人 在迷雾森林里瞎找 这时 女打授敏锐地嗅到了一股杀意 这女打授是真的卖力 一个蛇皮走位 一波空中悬浮飘移 再一个陀螺旋转 这一套花里胡哨的招式 真秀 这五线位也没钱的 卡卡两下 就受伤了 而我们的敌大人 在这场惊心动作的战斗中 只是一动不动的站着 如果我没看错 敌大人腰上配的是一把剑吧 这把剑是烫手 还是他练的是金钟罩呢 看到五线被受伤 敌大人终于拔出了他金箍的剑 冲过去准备想来个帅气的救人 结果 又遭到了暗算 本来以为他是个王者 没想到是个青铜 不过敌大人主角光环在身 当然没有那么容易领合犯 这不 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一对严孙 就那么巧 就吓了敌人杰 更巧的是 这老头还刚好会破东营忍术 更更巧的是 这老头的孙女 还是敌人杰的小迷妹 敌人杰只用了三言两语 他们就屁天屁天跟着回府了 话说这半路杀出的爷孙啊 都是一神的武艺绝学 这小姑娘除了懂一术 说起法术也是头头是道 东营忍术只是小道 中原的法术才是真正的强大 而且更加神秘 老头告诉敌人杰 彭莱县这些案件中 杀人的都是用的携手 血手 没错 就是血手干的 那是东营忍术里 最阴险 最狠毒的秘书 为了帮敌人杰克制忍术 老头送了敌人杰一把剑 果然是把好剑 看起来这把剑不会烫手 可是转手 他就把剑送给了女打手 仿佛再说 不要以为送我一把剑 就能骗我出手打架 一个字 绝 这时小明妹跑进来 要敌人杰给他讲断案的故事 爷爷 我还想跟敌大人说说话 听敌大人讲讲断案的故事 胡闹 就别打扰人家敌大人 买公事了 快去回去吧 小姑娘 你粉的爱都挺好的 下次别粉了 敌人杰和女打手 一起去停尸房看尸体 等到门口 发现牙医惨遭毒手 进去看看 于是敌人杰果断选择自己留下 派女打手去看有没有危险 最后他们发现 之前的尸体不见了 他们把嫌疑人锁定在蓬莱县的东营人 于是全片最烈的女打手 又被派去干跟踪的活了 发现东营人 不要进去妄动 放心吧大人 我知道厉害 正是由于敌大人这句话 女打手真的严格遵守敌大人的命令 从头到尾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只是小心翼翼的跟着东营人 于是 这个东营人在蓬莱县大摇大摆 走出了六心不认的步伐 从白天走 大人 东营人不见了 你们看看这个敌大人 之前不让装 现在下令抓人的时机 精准地踩中了东营人逃跑的点 这不是给打工人白白增加工作量吗 冬云 不好 白云外家 找了一圈 终于在白云外家的院子里 找到了东营人 敌大人果然又把危险的差事 交回了女打手和五线外 自己留下来查看现场 跟我前去 查看现场 而当敌大人来到现场 白云外已经领和饭了 他的小妾白凤正抱着他呼 却没有看到一滴眼泪 这个白云外 之前跟现场狼狈为奸 干了不少见不得来的够大 果然好兄弟就要整整齐齐 现场死了 白云外也紧紧跟上 一人节开始询问白凤案发尸的情况 你怎么知道白云外被杀的 我听见老爷的惨叫声 就急忙跑进来 远远地看到 有一个男人冲了出去 等我走进房间的时候 老爷 就已经被杀死了 这段对话圈起来 后面要好的 敌人节准备离开 白凤却要求敌人节 带他一起走 大人 我怕凶手还会再回来 能否 跟你一同回现阳 也好 于是敌人节就把白凤带回了现阳 不然姑娘 你就住这 跟我的房间挨着 另一边 刚刚出去追东营人的五线位 也回来复命 你在什么地方抓到凶手的 是在城南门口 他让逃出城门的时候 被我和红姑娘合力击杀 我先让红姑娘回来报信 我把她的尸体 带回了停尸房 红姑娘呢 她被我先回来的 敌人节又来到停尸房 查看东营人的尸体 确定这个东营人 没有练过携手 而尸体也不像是 刚刚才被杀的 尸体上发现了现成尸体同款顾叶 就在这时 停尸房的门被悄悄打开 不好 是危险的感觉 说实实那是快 敌人节搜的一下拔出自己的剑 我宣布 这个动作是看到现在 敌大人最帅的一个镜头 只是 为什么她要用剑指着自己的小迷妹 敌大人 就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可再差点被你吓死 小迷妹看到敌人节手上拿着枯叶 便告诉她 之前在五线卫的头上 也看到了一片这样的枯叶 住到敌人节府上的白凤 也开始了她的深夜行动 她摸到敌人节的房间 对着她的床上就一阵往上 结果就被一群人冲进来 抓了个现行 敌人节一副我早就动心一切的样子 开始了她的推理 之前你在白苑外家的回话 就漏洞百出 你说你听到白苑外的惨叫声 就苍茫地跑出来 当时我们就在外面 我们只听到你的喊声 根本就没有听到白苑外的声音 我查看过你们房间的距离 如果白苑外真的有惨叫声 我们也是能听见的 仅凭这一点 当然不是 你说你看到一个男子 仓皇地跑出去 当时天那么黑 你怎么可能看清楚是男是女 好家伙 天那么黑 白凤连男女都不能分清 但你的小迷妹却能看 七五县城身上的树叶 狄大人 你们也脸有点双瞄了吧 接下来敌人节对白凤 进行了一番威力利诱 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 如果你不告诉我 凶手肯定会杀你灭口 如果你告诉我 我们抓到凶手 还能保全你的性命 你自己 好好考虑考虑 这番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话 居然打动了白凤 他告诉敌人节 凶手就在迷雾森林里 就在他们准备前往迷雾森林 一探究竟时 现成的尸体突然自己站了起来 而老头一眼看出了气球 一波操作后 就打出了尸体里的东营控尸虫 原来现成的尸体和之前东营人的尸体 都是被这种虫的控制了 到底是谁在幕后操控着这一切 为了得到真相 敌人节一行人再次前往迷雾森林 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我们是不是来过这里 他们在这里又一次迷路了 狡猾的白凤也窃急跑了 敌大人慌了 转头问老头 天壮先生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而老头掏出一个先进的罗盘 这个罗盘一看就是来自二十一世纪 为大家找到了方向 他们继续在迷雾森林里行进 到底真凶是水 我想家人们应该能够猜出了吧 这部2020年的悬疑动作片 为我们塑造了耳目一新的敌人节形象 他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 也曾经不知所措 也有过害怕的时候 但他坚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 就是要破案 要找到凶手 所以接下来 他将迎来自己整幅电影的高光时刻 我们且看他是如何让凶手心服口毒 最后成功破案的 接下来 要好戏看了